日本关东军 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直接产物 关东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缩影 许多战争罪犯 宗调英姬 梅金梅士郎 都在这个罪恶的集团认过要职 关东军是一支特别的军队 他享有独断专行特权 从他成立那天起 就千方百计制造对华战争的借口 他四处插手 寻衅滋势 成为执行日本对华战争的急先锋 关东军盘踞中国东北四十年之久 许多大事件都与关东军有关 日本关东军是一支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军队 更是邪恶与阴谋的化身 在黄海与鸦禄江的江海交界处 有个仅六平方公里的小岛 名字叫大陆岛 举时震惊的中日甲午海战就发生在这里 人们面对浩浩黄海 仿佛又看到了邓世昌和全建二百五十余名将士 悲壮的一幕 人们在未继当年奋勇抵御外寇 英勇捐躯的亡灵时 更不应该忘却那段屈辱的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册上 美丽的东北河山和勤劳的东北人民 遭受了太多的屈辱和苦难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英国军队强占大连湾 作为进攻北京天津的军事基地 迫使当地居民背井离乡 流离失所 英国军队强占大连湾 于1858年春天兵逼京津 火烧圆明园 满清朝野震惊之时 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迫使清政府签订爱辉条约 将黑龙江以北 外新安岭以南的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尽归沙俄所有 前院有狼后院有虎 日本于1868年明治为新成功 制定出拓万里之波涛 扬国为于四方的对外方针 谋划了一个大陆政策 把东北地区纳入其战略事业 作为扩张争霸的重点目标 1872年10月 日本违背了与清政府李鸿章签订生效不到半年的中日修好条规 单方面把清国鼠帮流球列为藩鼠 改称流球藩 1874年 日本精心策划了进攻台湾事件 向中国发动了第一次侵略战争 日本在廊桥登陆 开始了对台湾的侵略 其实这场战争 它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 因为当时的中国的国力军力都比日本强大 再加上国际的舆论呢 对它这种侵略行为也不支持 日本感觉这场战争打起来比较费劲 胜算的率非常小 到了九月份 他们就派这个特使来到了北京 向清政府进行谈判 清政府啊 当时呢 也感觉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也想你早点息事宁人 这样呢 就按照日本的这个提出的要求 给他们补偿了五十万两白银 而且还签订了北京专约 就是因为这个北京专约 为他们日本侵的流球打下了伏笔 几年以后 日本把我们的这个流球侵略了 改成了他们的这个冲绳线 1878年 日本政府大陆政策 由向前推进一大步 在扩张参谋本部条 将参谋本部从陆军省下独立出来 成为直属天皇专掌军令的机关 其用意在于 对当时的俄国中国和朝鲜进行扩张做准备 1879年至1880年 参谋本部派出12名军官到中国各地调查军备和地方制 并写出一份与清政府斗争方策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设想了派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 然后一举攻下北京的计划 时任参谋本部长的山县友鹏肯定了这个计划 并吹嘘东邦在海陆攻占云略上夜经初步规划 1887年 参谋本部又制定了讨伐清国职战略的侵华计划 要求日本军队应在1892年以前完成对清国作战的准备